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示自新冠病毒疫情后出现的V型反弹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据路透社报道 这项涵盖超过500家内地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 8月的中小企业新兴指数为54.1 比7月的53.9轻微改善 但增长动能出现明显放缓 经营现状以及财务状况分类指数分别上升0.4和0.6个百分点 而预期指数则回落0.1个百分点 显示疫情后V型反弹的情况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增长趋向平缓 报告称 制造业板块表现继续优于服务业 由于运输 餐饮和住宿以及金融板块持续反弹 带动了服务业上行 但房地产以及建筑等则出现放缓迹象 内销为主的企业业务继续稳定改善 而出口企业表现则较为波动 调查还显示 8月份中国中小企业新订单持续回升 但增速则出现3月以来首次放慢 生产活动因早前所接订单而上升 但展望则有疲软的迹象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全球星期二警告称 由于利率上升和通胀放缓 导致实质利率上升 从而使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冲击的复苏 面临极大挑战 标普的一份报告称 不平衡的复苏 民间需求疲弱和过度的市场乐观情绪 合力推动实质利率上升 在金融条件收紧下 长债负担也会增加 中国近期强劲的工业生产 以及激增的出口数据 让人看好中国经济将持续复苏 但标普的报告却表示 这些好数据是依赖于非常规的政策 支持消费者活动服务业和私营企业的表现 都滞后 此外尽管总体消费者通胀指数有所回升 但核心通胀率仍保持低位 7月上升了0.5个百分点 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则继续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 股市反弹和大量新发行的政府债券 推高了基准债券的收益率 推高了企业收益率 时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 星期二报价为2.9432% 高于4月底的约2.5%的低位 事实上近期短期回购利率上升 中央政策制定者曾经表示 不介意撤回一些货币刺激措施 本周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维持 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基准利率 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不变 说明央行不会进一步放松政策 标普报告指出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自2020年初以来下降了30个基点 而核心通胀利率下降了100个基点 这意味着实质利率上升了70个基点 报告总结说 除非中国消费者开始支出 民间企业增加投资 现在就说经济复苏能够持续 可以考虑收缩货币政策 还为时过早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争端持续恶化 中国正向矛头对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 中国官员星期二称 将对澳大利亚是否向中国市场 倾销廉价葡萄酒 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调查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可能在调查期间暂停进口 或者在调查结束后实施新关税 这将对澳大利亚构成重大打击 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葡萄酒 最大的出口市场 这次争端正值澳大利亚经济 面临严重压力之际 其第二大城市处于封锁状态 该国边境也已经关闭 澳大利亚经济正经历28年来 首次衰退 路透社报道说 针对中国向澳洲大麦 征收高额关税 澳洲已经提出上付要求 澳洲是全球第三大股物出口国 受此影响 澳洲农民正忙着寻找其他市场 澳洲两国外交关系恶化 中国于5月对原产澳洲的进口大麦 克征80.5%的反倾销 以及反补贴税 等于让10亿美元的贸易嘎言而止 根据澳洲政府的数据 中国占了澳洲所有大麦出口的约70% 据了解 澳洲双边贸易关系围绕食品和铁矿石而建立 最近澳洲推动对于新冠病毒的来源和传播 展开国际调查 导致两国贸易关系受挫 新冠病毒的流行 致使中国消费出现了分化 高端产品销售强劲反弹 而大众消费市场却预振乏力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 在整个疫情流行期间 中国中上阶层的收入相对稳定 许多白领可以在家办公 不受到危机冲击 相比之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 今年有多达8000万中国人因疫情失业 他们主要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低收入者 从汽车到休闲服到酒类 供应奢侈品的西方和中国企业销售增长恢复得更快 尽管1到7月中国零售额同比下降9.9% 但许多瞄准富裕消费者的品牌仍在继续增长 宝马汽车在华第二季度销售已经同比增长17% 生产奔驰的戴姆勒6月当季在华业务表现创纪录 大众汽车集团称 该公司在华销售整体只是平缓复苏 但高档车奥迪在5月和6月却实现了创纪录的销量 中国消费领域普遍呈现这一趋势 在服装和鞋品行业整体一直都在缓慢复苏 第二季度销售同比下降9% 但奢侈品牌Montclair和Lululemon 在此期间的季度销售都实现了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同样中国1到6月份烟酒销售同比下降3% 但高档烟酒却表现出彩 其中最引人入目的是本土高端白酒贵州茅台 今年前两季度的收入分别增长了13%和9% 尽管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都受到了影响 但是在中国却受到了出行限制的提振 因为富裕的消费者只能留在国内 无法在国外精品店疯狂采购 根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报告 汽车行业是中国经济整体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上半年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3% 不过该机构称高端品牌销量合计同比增长了约1% 7月份整体市场恢复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近8% 其中高端车市场领跑同比飙升30% 新冠疫情促使许多中国民众放弃公共交通 开启私家车 但博恩斯坦研究中心表示 富裕家庭更有能力快速反应 而不断攀升的失业主要削弱的是普通汽车市场的需求 高档汽车制造商在这一段时间一直提供大幅折扣和优惠贷款 吸引一些买家 进一步分走了对中档汽车的需求 但是对于那些经济上受到疫情冲击的人来说 新车优惠则没有多大影响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财经时事厅 由饶一鸣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 接下来我们将焦点转向中国铁路集团 近日公布的未来发展计划 预计15年内将高铁翻一番 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将出现严重粮食缺口 请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 节目下半段参加讨论的 是美国马里兰州的经济学家秦伟平 首先我和他就中国铁路集团 近期公布的未来规划的内容进行讨论 请先要根据这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最近公布的一个规划 刚要为了接下来30年的中国的这个铁路的发展 设计出一个新蓝图 那在第一阶段它的目标是要在2035年内 把这个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铁路强国 现在目前就是把中国的这个铁路14万公里 提升到20万公里 那么高铁从现在的3.6 要翻一倍翻成7万公里左右 那么对于铁路的这个计划 在目前这个疫情后 这个觉得是不是自然的一个发展 看到中国铁路这个引擎勃勃 或者很宏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确实还是比较吃惊 因为中国铁路过去的20年 确实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然后特别是稍结的建设 让中国很多普通公众感觉到生活的便利 速度重新速度比之前要更快很多 而且非常便捷 甚至超过飞机出行从一个流选 但是呢公众可能不太留意的一方面 就是说因为这个不过是的 就是跨越式的发展 它没有依据这个市场经济规矩来 像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 比如说长三角 珠三角 甚至比如金户之间的这个高铁 他们还是可以实现盈利的 因为这客流量相对比较稳定 经济比较发达 但是中国很多 比如中西部地区 特别一些欠发达地区的 他们一些高铁 铁路 其实长期处于一个 严重亏损的状态 可能在未来10年 20年 50年 甚至100年都完全没有办法盈利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用国家投资的行为 去做这样的一个 不计后果 不计成本的这个投资 我认为还是需要 打很多疑问的 未来可能会引发 更多的一个后续的问题 除了说亏损运 也需要财政去做去补贴 那我们知道这个财政补贴 其实是根本就没有 没有能力去补贴的 包括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他们只会用一个又一个的债务 来掩盖之前的债务 他们现在这个铁路 因为到现在为止 已经看到数据 差不多十几万公里这样子 这个数据背后呢 其实超过这个负贷 可能这个铁路系统的负贷 以前叫铁道库 后来改建成这个铁路公司 在运营 可能超过十万亿人民币 然后那个利息的话 大家算算这个利息的话 一年可能就差不多在 在一万亿左右 加上这种运营成本 他们严重亏损的状态 在这样严重亏损的状态下 已经超负合投资的这个前提下 现在用这个投资铁路 来刺激这个经济 我认为是一个很明显的 叫饮政止渴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 就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但是在三年五年后 或者说更长远的未来的话 可能给整个对这个国家和政府 都留下一个沉重的包袱 且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所有的资金 或者大量的资金 还是不计成本的 通过加杠杆的方式 进入这样的一些领域的话 现在这个国际下 很容易失声腐败 这也是公众值得 关注的一个地方 今天您刚提到这个重点 就是这个盈利这个问题 提到说在这个东南沿海的地方 像我们知道这个金户高铁 就是最赚钱的 去年的时候它还上市了 那么规划建议说 除了地方政府用债务的方法 来就是支持这个铁路的发展 那么计划将来也要 仿效这个金户高铁 这个上市融资的这种方式 来这个推动这个铁路的经营 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那他们现在讲提出说 把一些比较好的这个项目呢 单独拿出来打包上市 然后向公众募集资金 这是一个思路了 我认为说这个思路是相对来说 会降低政府这方面 单方面的风险是可以做的 但是市场的情况来看 我相信比如说 比较好的 就像金户高铁 您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好的监督度的话 可能公众会热情会比较高 可能会买他们的股票 但是如果说挑两个 比如说很糟糕的 比如说他们现在又要增加 7万公里的这样的新的铁路线 都是一些所谓的规划 就是只要在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 他们可能都要都有铁路到达 那像这些20万 大概中国14亿人口 2000多个县级市 基本上平均一个县级市的人口 大概是70万 20万很多 大的乡镇就20万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连这样普通的乡镇 都要通铁路的话 基本上都要覆盖道的话 这很明显是一个过渡投资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在这方面 扬价生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个最终会造成很多 活有资产的浪费 然后他们这种 用打包上市的方式 第一大量的这个项目 可能公众不一定买单 第二他们强劲去推动的话 还是不得不让所有人买单 就是就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 那么现在这个绘画里面 有提到这个 要把现在这个中欧班列 把它打造成世界知名 这个铁路品牌 那么我们也知道 那个之前就是中国 因为产能过剩 这一些钢铁 还有一些基础建设 也往外输出 就是沿着这一带一路 这个的发展 那么您觉得这个中国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高铁这方面 就成为世界的第一呢 对于高铁这个发展呢 我知道外界关注的比较多 那我之前在中国也做过 我之前在中国投资的一些企业呢 跟这个检测的 主燃检测的一个设备行业 然后跟高铁的那些相关的公司 检测单位也有过一些合作 高铁的技术呢 在之前确实是很不成熟 包括官方在 比如说在十年前 然后他们说 我们技术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指数到了多少公里了 然后监察的非常好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好 然后有些问题被掩盖 但是经过最近 比如说十年这样的发展 特别是他们长期的运营 基底的很多经验 比如说我知道他们 指数当时是 武汉到广州的那个高铁 指数最高的时候 是好像差不多 最高可以达到350公里 在这样的高速的情况下 当时有安全隐患 比如说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在那个铁路下面 如果是有一些 很快的话 会把那个下面的钢板 可以差不多是击穿这样子 听说他们密不过 脱路的效应 那个经常要换那个钢板 安全隐患嘛 但是现在可能 这方面呢 积累了很多经验 我认为说 按照现在运行下来呢 确实是比以前要好很多 中国未来会不可能 在全球范围 成为一个高铁的领头羊 我认为这基本上 做到了 当然比较被人诟病的是 他们这个技术 是完全自主研发的技术呢 还是说 从其他的公司 比如说德国的公司 日本的公司 去通过合法的 或者非法的阻断 去抢占了人家的专利技术 怎么样呢 我认为说这一点 我是持法于态度 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当然我们普通公众 也没有特别的证据这样子 未来有可能在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关注一下 这个粮食危机的问题 那么我们到今年 说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么中国又出现了 那个大洪水 中国今年到年底 能不能够提供 这个粮食自给自主呢 这个水平呢 那关于粮食危机的问题 就是中国国内的媒体 其实非常少的 报道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学者关注这问题 但是我们作为海外的学者 其实关注的比较多 我个人从2015年 就公开呼吁说 中国的粮食安全 可能会出问题 然后大家想一想办法 去尽量避免 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中国的 所谓的粮食自给率 大大降低 中国14亿人口 然后呢 这些年的所谓的 海负拆放 然后呢 市场化的竞争 很多农民呢 就放弃自己耕地 去种田 然后去打工 赚了可能输入会更高 农民输入很低 然后呢 很多粮食 是依靠这个进口 比如说中国的大豆 大豆的话 9%会依靠这个国际进口 当然像美国之前 也进口的非常多 这样子的话 因为进口的那个大豆 打个比方 大豆为进口的那个 大豆的价格 会比中国农民 自己地里面 种出来的价格 要低很多 所以这个中国农民 就没办法种了 就是这个产业 基本上荒废的 你的农业竞争力 竞争不过人家 所以你只能去进口 那如果这正常 中国正常的国家 他如果依靠外汇 去进口 来达到 驱逐的这个平衡 来满足国内的需要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现在出在 一方面这个耕地面积 大大减少 农民不愿意去种粮 种田 然后呢 导致粮食自己的 严重不足 这个自己自出的 出现问题 这个是百分之百出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 中国现在 它的外汇储备出问题 它的这个 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 出问题 他们一旦说 没有外汇 外汇紧张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 采购这个进口的粮食 进口的 还有人员 这两个大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很快 就会反映到 这个国内的 这样的一个层面 像中国官方 他们讲说 现在有三万亿的 外汇储备 三万亿美元的 外汇储备 听起来很多 每年大概采购粮食 我觉得算了一下 大概一千亿美元 就够了 实际上 中国政府手上 可以用到自己 可以用到自由 自由使用的 这个外汇的投项 可能最多 可能就两千亿美金左右 所以 他们知道 自己的实际状况 知道这个粮食的 粮食危机 其实是迫在媒体的 但是他不能告诉公众 最近风向是 有点明显的变化 他们从最高层的 领导人在强调说 不能浪费粮食 到各个地方 才能跟进一些措施 甚至说 法律都要立法 说大家不要浪费粮食 这个背后 其实就是一个 很现实的状况 就是 就是说粮食供应 已经开始出现紧张了 我已经听到一些地方 公众向我们反映 说他们当时的 这个当地的 这个大米的价格 又上涨了20% 以前50块一袋的 大米现在涨到60块 这个粮食出问题 供应出问题 它供需发现变化的话 第一个反应 就是粮食会涨价 粮食涨价 会有什么情况呢 因为中国还有很多 普通人 它的注入会很低 对于一些高输入 中高输入的人来说 非至少吃一点米 或者说 多出一点钱而已 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比如说一个月 像雷克强总理讲的说 每个月的注入 大概1000块人民币 这样一些 6亿的普通老百姓的话 粮食大米涨价 10% 意味着他们可能 就要饿肚子了 如果再严重的话 可能中国历史上 出现的饥荒 可能饿死人的这种情况 这种惨障 还会在中国再次发生 所以中国应该 在这方面 做更多的功课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 虽然在 现在跟美国 这个贸易战 打得比较激烈情况 还是会去进口一些粮食 这个大豆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如果中国老百姓 饿肚子的话 或者说吃不饭的话 会有更多的社会问题 政治问题会爆发出来 会对中国 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冲击 谢谢 这两天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布的一个农村发展报告 就是到这个十四五 在20 从明年到2025年 这五年当间 中国有可能会出现 1.3亿吨左右的 这个粮食缺口 那么他有提到 就是您刚刚说的 就是很多农村人口 就不种钱了 他就是转移到进城去打工 那还有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农村这个老龄化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造成这个农业的就业人员 比例严重的下滑 要处理这个问题 是要独立农民同事农业活动 也要提升这个就是这个机械化 用现代化生产的方式 增加这个粮食生产 您觉得还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那其实说实话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三农问题 每年都是他们所谓的 中央一号文件的一个关注内容 但是这问题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缓解 而是越来越严重 这是现实的一个备动 也是中国政府在治理 这个农村农民的这个问题上 他一直没有做好 那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您刚刚提到的 一个耕地的面积的减少 这个大量的那个农田 被这个经济发展的形成下 房地产的吞没 所谓的中国的这个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吧 农民失去房产 失去那个田地 无田可种 那第二个就是说老龄化 农村人口也在减少 特别是什么呢 因为农业生产是非常艰苦的一个劳动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 也不能吃苦 也不想吃苦 他宁愿在城市里游干 他也不愿意打个散工 他也不愿意在工厂做个普通 他也不愿意种田 因为种田实在太辛苦 而且输入实在太低 而且大家还知道在中国农民是 他没有想做到跟普通 其他工作 相从的这个社会地位 是被人比 是会看不起的这个体力劳动者 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观看下 谁愿意做农民呢 对不对 所以他基本上这个道 这个题是无解的 基本上你去农村去看一下 他们种田的 这些农民的年龄 基本上在50岁以上的 就是50岁以下的 这个七几年 八几年 甚至九几年 九零后 你叫他们去种田 我觉得一万个人里面 可能就一两个人去种田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 未来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 会更加的严重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通过工业化生产 这样去提高那个劳动效率 那在中国 那不光是技术上一个问题 但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中国的你那个土地 不是每个地方的土地 就适合这样一个耕种 比如说我出生了在湖北 长江 说是叫长江 中下有平原 但是我们有些地方 是可以做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比如说通过一个 一个比如现代化的设备 一个人或者说几个人 他可以管几百百元钱 但是像有些三地丘陵 特别是像中国的人均耕地 其实很少很少 我们在湖北省的人均耕地 可能不到0.7亩 那其实有些中西部的地方 那个所谓土地瓶瓶这些地方 人均耕地可能会更少 我听说在福建 可能0.3亩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 这样一个前提下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 既没有工业化生产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我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大家中期重点 也产生不了多少收益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中国 要保持长久的量 尝试久安 只有说 让农民享有更多的尊严 让他们真的是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或者说 不要强压这个粮价 这个价格 你让他们 农民真的赚到钱 有尊严 社会资本也好 个人也好 他有更多的基金信息 投入农业 投入农村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粮食自给自主率会提高 然后安全有更多的保证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需要跟国际社会 特别是一些产粮的大国 应该加强技术交流合作 然后呢 有更好的 更稳固的 可预见性的 这样一个 粮食安全的保证 比如说 千十年 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的 这样一个粮食长期的 这个活动关系 锁定某些价格 锁定的供应量 那这样子是一个 互惠互利的过程 中国也需要营造一个 安全的这个国际的 粮食贸易的 这样一个环境 而不是说 今天关系好 可以向你采购 今天关系不好 肯定就不卖给你了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14亿人 这个土粮问题 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两条腿走路 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他们有人可以去 在这方面 确实的去做一些 保障公众的 基本的这个 生成的这个权利 谢谢 好 今天就非常谢谢 您精彩的分析 我们的谈话 就到此结束 谢谢您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 财经实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姚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写信到 拼音反馈 A1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 RFA下横线 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 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